現在漲到無法無天 就是把一些所謂的 蛋殼區用蛋白的價格來賣 蛋白區用蛋黃的價格來賣 也就把蘆花當作林志玲來賣 建哥 來 有什麼股票是可以像 安格斯當年一樣 我們現在買可以買到便宜的 對 所謂的耐久財的 全部都不能買 大家一直反映說 房價太貴 房價太貴 所以我們政府也說要 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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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的首購族 或者是換屋族 一直期待 是不是房市即將要反轉 大洗牌了嗎 問一下憲哥 而且聽說央行可能要打房 限縮30年的房貸 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這是核彈級的 核彈級的 那好事還是壞事 壞事 對 過去第一波打房 第二波打房 第三波打房 第四波打房 都是針對三戶 五戶 六戶 還有搶紅單 然後第二戶的話 整個你的一個貸款層數降低 要降到六層 五層 那這個核彈級的就是說 如果不行的話 那第五波的打房 就取消30年的房貸 就只能貸20年 那對剛性需求 對這些人生第一個要買房子的年輕人來講 手購族啦 年輕人啦 或者身生沒換屋族啦 那我們用一千萬來算的話 一千萬如果二十年來平均的話 那要繳的四萬九千一百八十塊 我們同樣現在要用1.7喔 用1.79 反正以後利率就同樣嘛 來 同一個來比嘛 蘋果比蘋果嘛 那如果30年的話是 三萬五千四百八十塊 那相差是一萬三千七百塊 一個月 那一萬三千七百塊 一年的話是 十六萬四千五百塊 一年十六萬四千五百塊 那對一些剛性需求 以及手購族來講 這個壓力看有多大 所以這樣的話 尤其從去年 前年 過去這三年來講 幾乎百分之四十 都是手購族在買 就是剛性需求的 因為我要結婚嘛 那一定要有車有房嘛 不然的話人家不嫁 所以這個時候非買不可 那這個時候就壓力就來了 不然就不賣 對不對 不然要怎樣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目前來講 其實在通膨的過程裡面 理論上來講 房地產應該會漲啊 但是台灣的房地產 已經事先漲上來了 我舉幾個例子 早就漲過了 對 而且現在漲到無好無天 就是把一些所謂的 蛋殼區用蛋白的價格來賣 蛋白區用蛋黃的價格來賣 你就要把蘆花當作林志玲來賣 喔唷 那就很嚴重啊 你想想看 因為台積電要在高雄 蘆花也有春天啊 哈哈哈哈 嘿 因為台積電要到高雄去 那高雄那個橋頭那個地方 當地的房仲他講 他說我們以前都是一字頭 嘿 都是一字頭 但是在去年的十月底 突然宣佈台積電落腳在橋頭的時候 那一天晚上所有的預售屋全部封盤 對 不賣的到這邊為止 然後第二天 漲最少的 漲最少的六十趴 漲最多的一百趴 喔 喔 所以變成蠢蠢欲動 就是那個聰明的都已經漲了 連那個最蠢最笨的都已經 也要跟著漲了 全面都上漲了 所以二十五年的房子喔 二...沒有 八年的房子喔 二十五萬 在那個地方 以前都是一字頭 對 以前新房子是一字頭 結果突然之間 一夜之間 八年的房子 跳到二十五萬 那你的預售屋一定跳到三十萬 那地點再好一點的就四十萬 欸 你想想看 橋頭那個地方欸 你如果... 因為我常常去那邊演講 我知道 沒什麼人啊 那你那個所在 你怎麼可能那個行情 你買的話是要等到當時等的一套 對不對 啊 整個現在台灣六都的平均地價 都超過七十萬 那你說欸 建商說欸 我也很無辜的欸 你麵粉漲那麼多 那我麵包一定要漲啊 那土地就是麵粉啊 房屋就是麵包啊 所以就通通漲起來 然後鋼筋也漲 然後人工也漲 通通漲 所以短期間是壓不下來 問題是你要考慮到 你是不是負擔得起 如果用剛剛我們算的話 那等於是中央銀行升十四碼 一萬三千七等於升了十四碼 那不是核彈級的嘛 美國升兩碼 股票就已經受不了了 比比錯啊 你一次說啪 一個升十四碼 這就真的很恐怖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真的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們還是要 想辦法賺錢就是了 所以憲哥 來 有什麼股票 是可以像安格斯當年一樣 我們現在買可以買到便宜的 對 所謂的耐久財的 全部都不能買 比如說 你家電腦 電腦前年不是大家搶翻了嗎 搶晶片嗎 應有的就有啦 那一台電腦 你做上行電腦 可以用到五年六年 這就耐久財啊 冰箱啊 汽車啊 這叫耐久財的 耐久財現在都不能來 為什麼 大家精打細算啊 本來你那個車已經開了五年 你想要換對不對 景氣不好 不然再延個三年再換 反正還可以開啊 對不對 對你來講沒有什麼影響啊 大家都這樣稍微說一下 整個消費就整個上下來了 所以在消費末端 屬於耐久財的 在未來兩年的話 因為通膨的關係 整個會掉下來 所以在消費末端的 這一些都不能買 現在也沒有人在挖礦啊 現在因為電費太貴啊 挖礦不划算啊 你怎麼挖 挖給我看 所以比特幣那影響到它 那我們一般的Nordbook影響到它 我們的那個PC影響到它 這些都不能買 那未來可以買的 就有關於電動車的部分 電動裝的 5G的 還有太空星鏈的 這些比較可以 那我覺得你如果都找不到的話 那就是所謂的大金剛理論 剛剛安格斯講的那兩檔都可以 第一個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我覺得500塊 這邊你就盡量買 然後再往下 頂多頂多 差不多5% 25塊 就475啦 應該就見底了啦 頂多啦 然後還有 最近新聞常常聽到 越南越南越南 一直講越南越南是 有什麼事情我們要注意一下 你實在有厲害 越南它是目前來講 東協十個國家裡面 它的經濟成長最快的 而且它這一次的疫情 解封也最快 所以它未來 因為它跟美國之間 美國欠它太多的債 以前就是用成績 把越南人害死了 所以美國對越南是 網開一面 全部所有的往來 貿易往來 全部都給它優惠 所以越南等於是免稅 免稅天台 對美國來講 銷美國來講 所以我覺得越南這個部分 因為台商在越南很多嘛 那越南上市的股票不多 那你現在買越南 你去那邊開戶很麻煩 台灣有一檔ETF 叫做00885 它是針對越南的前面30檔 第一名到30名 那我前幾天有給它看一下 它的一個基金的規模 是140億左右 第二個 它的前面30名 的前10名就佔了70% 前面前10名 就越南第一名到第10名 在那個基金的成分股裡面 就佔了70% 所以這支絕對不賭 越南只要它經濟成長 恢復到過去的二位數 比如說10%啦 11%啦 12% 我跟你說 它的股票一定會撐起來 那怎麼好差 台灣人最老差股票的 那現在去外南 外南你把它加 它都很快 因為中國國際都會通 差股票比差土地更快 你差土地還要找 它比較大幢 股票什麼都會差一點 所以你如果是最近可以注意這檔 而且這檔它現在益價 益價差不多5% 為什麼高平 為什麼ETAO的益價 就是看老未來 它的淨值只有13.9毛多 它的股價14塊多 它當初上市的時候15塊 那漲到18塊下來 所以你現在還比人家便宜 你用定期定額的方式 這個是可以嘛 那剛剛講的台積電也可以 還有鴻海也可以 你說越南那個開運號碼是幾號 00885 00885 現在除了疫情之外 厄屋戰爭也是很多人關心的 打仗打到現在打很久了 來我們這邊問一下憲哥 打仗 每天看觀眾也疲了 但是說 因為戰爭的關係 糧食、能源、貴金屬的價格飆漲 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問題真的大條 第一個就是中美貿易戰爭打了三年多 它所累積的高關稅 互相的高關稅把物價往上推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惡屋戰爭它又雪上加霜 又再繼續下去 那第三個就是天氣異常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表 美國的CPI就是消費者的物價指數 它創了40年來的新高 英國 連英國女皇都在流汗了 創30年的新高 英國女皇逛超市也想說 哎唷 怎麼這麼貴 對 那再往下這個歐元區 它是創歷史新高 喔 那再往過去是台灣創 13年來的新高 那第二張表最主要就是 這一次台灣從十一住行 沒有一個跑得掉 我們看前面第一個石油 俄羅斯加 白俄羅斯加烏克蘭 它的石油那個是有一點低估 至少超過17% 第二個它的那個瓦斯 就天然氣來講 至少超過20% 還有第四個小麥 小麥兩個加起來已經超過27% 我們吃了麵條啦 麵包啦 都是小麥 那大麥超過30% 另外玉米呢也超過15% 再來最嚴重的是 甲肥超過35% 甲肥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喔 你沒有施肥 小麥怎麼長得起來 啊 是喔 對啊 而且甲肥 製造甲肥是要天然氣 所以整個環環相扣 整個火燒連環傳 所以這個時候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對台灣來講 因為是幾乎80% 都是輸入型的 所以叫做輸入型的通貨膨脹 那有人想說美國在升息啊 美國因為它的通膨40年的新高 那升息把通膨壓下去了 但是同樣的這個動作 也把經濟成長力往下壓 兩個通通被壓下去了 那再來收錶 就是你本來外面的流通的錢很多 再把它收回來 所以最近的美股跌跌不休 因為池塘的水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那個魚都沒辦法呼吸的 就是水嘛 資金就是水 就把它收回來了 所以你現在央行的動作 財政部的動作 你如果沒有兩個一起做的話 那對這一次來講 兩年到三年跑不掉 我們上次在這邊一個月前就講 兩年三年跑不掉嘛 最近已經有很多的 全世界的經濟學家 包括台灣的 我看最近的禮拜六的某一個節目 台灣經濟學家出來說 兩年跑不掉 大家都已經確認了兩年跑不掉 所以你不要懷疑 你也不要以為你能夠置身事外 沒有一個人跑得掉 但是對有錢人來講 他受傷害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十一住行這個部分來講 假設我們每一個人都佔40% 假設每一個人都佔40% 那你三萬的40%是一萬二 那你只要漲個10% 漲個20%你就撞不掉 但是對有錢人 他不是他一個月三百萬啊 那三百萬他不會佔到40% 你外國吃 他可能佔到4%而已 他只有12萬 那12萬對他來講 九牛一毛啊 所以這個時候 頻度差距會再拉開 那再拉開呢 那個社會上的相對剝奪感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來看連德國 德國是歐元歐盟裡面 德國全歐洲最強的國家 他因為35%靠俄羅斯的石油 55%的天然氣 靠俄羅斯的天然氣 那現在說你要用蘆布教育 他說不要 不要你就看著辦啊 結果他們的經濟部長說 欸晚上大家只有點一盞燈就好了 欸這很誇張欸 還有不要每天洗澡 你如果每天洗澡的話 浪費能源 那洗澡的時候洗四個部位就好了 林一定要洗嘛 總是你要去看嘛 兩個腋下兩個鰭 差不多這樣而已 3 4 4 這樣就好了 你說一個國家 他的GDP是台灣的三五倍的國家 竟然淪落到像乞丐 那你想想看 烏克蘭的全歐洲第二大鋼鐵堂 那個亞素鋼鐵 鋼鐵堂已經被炸爛了啦 那以後你所有的這些貴重金屬 這些鋼鐵啦 柔魂鋼啦 這些不鏽鋼啦等等 全部都出現危機啊 那這些出現危機 台灣現在已經有那個小建商開始跑路了 開始跳票了 講到這個疫情延續了 大家想說我們把自己的健康顧好就好了 啊什麼美國又生息 跟我有什麼關係 啊什麼 喔世界很多的 國際大港又封港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哎呦 慢慢的又有一些通膨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其實都有關係 我們問憲哥要給我們一些小老百姓 一些理財的建議 對 因為便當已經越來越貴了 買菜也越來越貴了 現在幾乎是所有東西都已經漲了 我們在差不多一兩個月以前 我們就有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要準備過苦日子 既然要準備過苦日子 那一定要未雨綢磨 那未雨綢磨 第一個你先要怎樣 先要節流然後開圓 那節流的部分我想很多人說 那我就是要縮一減十 不是可以縮一 絕對不能減十 為什麼 身體要顧好啊 經濟越慢 你身體要越好 首先憲哥給子 就是我們小資族的開圓節 對不對 所以小資族就我們上班族 對不對 先省錢再賺錢 錢要省 然後健康要顧好再來賺錢 無痛省聰明花 然後第二個是斜槓人生 創造被動的收入 是 那第一個先省錢 我想很簡單 那你一定要先記帳 很多人都沒有記過帳 那現在記帳 因為像APP都很方便 而且甚至有一些電子花票 你只要記三個月以後 你就知道你有很多錢是花在 不應該花的地方 亂亂花 這個地方就可以把它減少 第二個 沒有必要的東西的奢侈品 通通不要買 譬如說男孩子不要先買車 女孩子不要先買包包 然後一些珠寶等等都不要買 這個時候未來一定要有兩年 到三年的一個時間 要節省到 要省兩年到三年 對 第三個你的衣服 衣服也是要可以節省的 就是說你如果今天我要出席宴會 我要出席重要場合的衣服 要買貴一點的 因為它耐穿 它不會退流行 如果一般的衣服 那你就可以買一些地攤貨 買一些士林夜市的 平價的 對 平價的 因為你如果你自己有那個氣質 你就可以把地攤貨 穿成LV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沒有那個氣質 LV給你穿也看起來像地攤貨 所以最主要是你自己要有那個氣質 那講到吃的部分 我說吃不能省 為什麼 因為你要營養夠 但是還是可以省 我跟各位報告 現在很多年輕人 早餐要80塊到100塊 其實不用啊 你如果自己做的不用啊 像我每天 因為我要補充這個蛋白質嘛 我每天兩個蛋 蛋就有三個做法 一個是用水煮 一個是用煎的 一個是在加那個醬油加麻油 然後弄蛋湯 你這樣就好啦 然後你自己呢 比如說煮個白飯啊 還是加上去 你早餐差不多20塊30塊就解決了 但是你營養夠啊 那年輕人 那這樣吃不飽不行 那你去買最便宜的 蛋白質最高的雞胸肉 那雞胸肉你就煎麻油 趁熱吃很軟很好吃 你如果冷了就不好吃 還是有很多可以省錢的辦法 像我小孩子在美國 那我就有一次我就問他說 最近疫情你中午都吃什麼 在學校吃了嗎 他說沒有 學校很貴啊 我說貴到什麼程度 一個三明治七塊美金 還要外加15%的服務費 七塊美金多少錢才給你啊 三七二十一嘛 兩百一 對 而且還吃不飽 還要再加10%服務費 而且還吃不飽 吃不飽你一定要買兩個 你吃不飽那怎麼辦 他都帶個小便當 然後帶兩條香蕉 他都南美做 那個香蕉又長又大 一條才12塊台幣 怎麼那麼便宜 他的營養就夠啦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省 但是你不能讓你的體力不好 那家裡有小孩 我怎麼省啊 小孩子就一定要 吃好一點啊 自己做 比如說你每個禮拜要去吃一次牛排 四口之家三千塊不見了 三千塊就不見了 牛排啊 自己煎 自己煎 買回來煎 我告訴你 最就熟三分之家 一千兩百塊你就可以小孩子大家吃得 喔 高興得要命 對不對 所以其實都有很多省的辦法 那再講到開源這個部分 就講到斜槓人生 斜槓人生 那斜槓人生 我想你的思維要用成法的思維 而不應該用加法的思維 那加法的思維就是說我現在賺三萬塊 那我晚上我去開個進行車 我多賺一萬 喔 好高興 我去當的那個送貨員多賺一萬塊 喔 好高興 那是加法 那你三萬加一萬而已 對你以後的所有的職場來講 你完全沒有增加什麼技能 而且沒有加分 你只是浪費你的青春 你是用你的青春去換錢而已 對 你沒有幫助啊 是有幫助 有啦 你就多一萬塊而已 那你如果說同樣我本薪一樣 那我去找一個 我以後我變多一個技能 比如說我去考證照啦 像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音樂員 如果說他有那個分析師執照的話 一下子就一個月多五千 喔 對 喔 還有你像有一些 你在職場上的一些症状 都可以去考 另外我做這個工作以後 對我的工作變成我的經歷 你不可能寫經歷計程車吧 你計程車經歷人家會不會瞭你嘛 喔 對不對 欸 我的經歷是什麼 所以一定要用成法的一個態度 這樣的話你才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喔 要打一份工 是做一個事情是能夠有累積的 對 累積經歷 而那個經歷對你以後的職場來講 是有加分的 這樣才有用 那這件事就有加分析 但是我不會再講 如果我可以留下了 是有加分析的 那一會兒